大家好,继续按照我们做节目的原则 北京、上海、广州这几个地方只要出事就是大事 没有小事,一定要有基本的政治智慧 我们身为土工中国的奴才 不管是曾经奴才还是当下的奴才 一定要有基本的政治判断力 北京一出事就是大事 北京的陶燃亭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有图有真相,有视频有真相 现场的大火燃烧,巨大的爆炸声 然后长达一公里的范围 好像有汽油,流的到处都是 然后街星花园都在起火 警察和消防队的人在那里正在抢救 是吧,挺有意思的 一个车子的牌照是京A 这个奥迪的车子在那里燃烧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我们说过,北京的事情是没有小事情的 很多人被土工洗脑习惯了 没什么事儿,就是一个交通事故 是不是,就是两个车撞了 但是现场只有一个车,没有两个车 如果是两个车撞的话,一定有两个车在那里烧 是不是,现场只有一个车,谢谢 一个车好不垃圾的,怎么就在那里撞起来烧了呢 是不是 所以我听北京的兄弟们告诉我 肯定不是一个交通事故 交通事故没有那么惨烈的 一般的交通事故我们见多了 很少有汽车相撞 然后大火熊熊燃烧的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事情 汽车它有一个基本的技术 就是撞了以后它是不会起火的 如果你想想任何一个汽车如果随便一撞又起火 那你还有时间车退吧 火一燃烧起来,你根本没有时间空气就没了 没了,你马上就在车里面烧死了 没有的事情 第二个有人说,这就是一个现在的经常有出现的 是一个电动汽车 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电动汽车不是用电池吗 是不是,电池一撞就烧起来了 这有可能,有可能 但是我们看到现场它不是个电动汽车 精英的牌照啊,没有电动汽车的啊 你记住啊,我告诉你啊 而且我这个车后面明显的清清楚楚的 双出的排气管行吗 我这个老车迷扫一样 我就知道行吗 绝对是燃油车汽油车 关键是长达100多米的汽油在地上燃烧呢 你电动车上有什么东西啊 燃烧成一道火墙呢,是不是,这个话说到这会儿就多扯一句啊 你们都听我的节目的话,我还是要劝大家 电动车这个东西,包括特斯拉在来都不成熟 一定要记住啊,你如果不是老子进水,不要买电动车 我这个人的观点跟很多人不一样 有些人呢,他喜欢追新东西 我是有点怀旧的啊 可能是我错了啊 但是我诚恳地告诉你 电动车这个东西技术不过关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我是学了一点经济学的 经济学任何时候它就有两大任务嘛 第一种任务呢就是分析思考 发现市场的规律 第二永远永远记住经济学家的唯一的公共职责 就是批评政府,是不是,所以电动车这个东西 不管是日本还是韩国 日本会好点啊 还是台湾还是美国 还是整个全世界吧 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为这个电动车 替代这个汽油车做这个财政补贴 我们知道政府它是一个必要的恶 对吧 政府提倡什么东西 它一定背后有政府的利益 一定背后有政府官员的利益 你就记住了 而这个汽车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老百姓的代步的工具 它是个消费工具,是不是 它是个消费形式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那你就记了住了 任何的生活方式 任何的消费方式 都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都是消费者的自发秩序 有一天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动车好 不用你政府号召 大家都去开电动车了 就这么简单 凡是政府在那里吆喝的 一定是耍流氓 一定政府有它的猫腻 我跟你说 全球的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气候变暖 各个国家的政府 一定有它的见不得人的目的 比如说什么电动车 一定有他们见不得人的目的 我跟你说 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但是你凭着你的诚实 凭着你的学术的训练 你能够一眼就看穿他们的心肝脾肺肾 你说是不是 所以就像当年的人类发明的汽车 那个时候有钱人都是做什么 四驾马车 四匹高头大马在那里前面拖 然后呢 那个马车做得很好 那是极尽豪华之男士 是不是 那那那马车服都穿的穿的是你服 那是身份的象征 突然出现汽车 很多人肯定也不大愿意开 但是慢慢慢慢 这个汽车就代替了马车 马车时代就成为过去时代 这不是政府的设计 不是政府官员的引导 而是市场的自由选择 而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 明白了吧 扯扁了 我们还是扯这个土工中国的见不得人的狗事情吧 陶然庭这个地方这么大的烟雾 这么大的大火 在北京 陶然庭在哪 在这个二环边上 那是四九成以来 那了不得的地方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跟你说 我从来没有见过四九成二环以你 出现这么大的事情的 除非是土工中国 这个搞六四大屠杀才有可能 一般的情况下里面管得跟铁桶似的 上次我讲过一个这个什么 长春街什么 宣武大门宣武大街新华市的门口 发生离奇的车火军人死亡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 那地方是什么地方开玩笑 不可能的事情 陶然庭这个地方有些人可能不了解 那是红二代 那是官二代 那是什么 中国的红色贵族官家常住的地方 居住的地方 那个地方其实真的是挺好的 很舒服的 我每次开着经过陶然庭那个地方都觉得 他妈的真是有钱人带的地方 真的很好 他呢有点闹钟许晋 那是真是闹钟许晋啊 往这个西边走一点点 就是这个什么金融街复兴门 是不是非常的方便 生活奢侈 而且而且他又不像这个长安街那么那么拥挤 很舒服的 那里有个公园 就是陶然庭公园 很舒服很舒服的 那里有好多这个名贵的餐厅 你一般人根本就进不去 为什么呀 你都不知道里面有餐厅 那都是要预约的啊 一晚上吃一个十几碗 二十几碗好玩一样的 我跟你说啊 所以那个地方 有好多这个 都是红色家族 红色的贵族触摸的地方 这个陶然庭啊 在北京呢 有一说法的啊 就是如果你要成事的话 真的 你要成事了 在北京他经常有 有这么一种民间说法 做这个小苏 这个小伙子不错啊 肯定能够成事 什么叫成事啊 就是事也有成 所以说在北京 你如果要成事 你要如果事也有成 你要去陶然庭 是吧 陶然庭那个地方是福地 是保护地 是吧 是牙保的地方 他说你要想这个什么 丧虎 你要想失败 你去哪呢 去紫竹园 紫竹园在西桑环 是吧 那个地方就是蒙可罗雀 虽然这个名字起的好听 但是不咋地 所以陶然庭这个地方 不是一般人带的地方 真的 很爽的啊 很爽的 像我们这种屌丝 你只能住在四环外 住不了这个陶然庭 这样的地方 真的 很有意思的 而且在这个土工中国啊 他一直以来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四大名庭 四大名庭 陶然庭啊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的啊 陶然庭 是吧 这个叫做什么 排第一 胡心庭 排第二 是吧 醉龙庭 是吧 排第三 艾婉庭 排第四 所以你 你了解北京的那些个段子 了解北京的民间的说法 你就知道陶然庭周围出大事 出这么严重的爆炸事件 真不是一般人干的事情 肯定是有人其中搞事 为什么呢 因为四大名庭之一 还有一个把艾婉庭啊 把停车坐 爱风里回 不是这里啊 这个艾婉庭是什么呀 艾婉庭是毛泽东起家的地方 毛泽东起家的地方 艾婉庭在长沙 是吧 所以他们说这个 又在陶然庭搞事 其实是光二代 红二代 借这么一个地方 搞一场小型的爆炸事件 真不是大型的啊 现在有没有死人不知道 但是真不是个特别大的 一个爆炸事件 但是足以震撼中南海 足以让中南海引起警惕 我操 陶然庭发生爆炸了 是不是 绝对是这个什么 红二代 对习包子有所不满 故意制造事端 警告狗屋里包子 什么事儿呢 还是与这个秦刚有关 秦刚的事儿啊 我今天听到的说法 习包子 其实对秦刚的事儿是很不好处理的 他一开始没想到这么严重 他下手太猛 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途径 就直接就把外交部部长就叫停了 是不是到现在为止还没出来 到底是死是我不知道 如果真死了 我告诉你 习包子也要死一半 是不是你真是杀低一万自损 你要也要损五千 你不能够动这个人 是不是你你你你开玩笑 你必须要把西药做足 你不能这么八万金上宫 你想想你当年你这个胡锦涛 温家宝 习近平三个人 还有这个贺什么贺国强 四个人年手起来做掉这个薄熙来 做了多少的功夫呀 准备了多少的套路啊 积攒了多久的绅士啊 才能把薄熙来拿下 你开玩笑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 你就觉得秦刚是个年轻小伙子 是不是比你小十来岁 你觉得在你眼里他就是个小傻逼 你就把他一掌拍死 哪有那么容易啊 开玩笑 习包子这些年他妈的 露袖子太顺利了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我告诉你秦刚如果真有不测 习近平我跟你说 不死也要死也要休克 他们说现在吐红中国就这么地 现在习近平呢 是想建立一个习家王朝 把整个共产党的江山呢 就夺在习家的手上 而红二代他们的汉民呢 是红色的王朝 共产党的王朝 是这么来的 那当然了你想想 要我是红二代我也这么 就江山能又做呗 你今天你习家做几年 然后再老子秦家做几年呗 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让我做啊 你算哪根葱啊 那现在习近平的真实的意图啊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想把共产党给废了 变成习家党 卧槽 牛逼有想法 到底是个怎么的一样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找一个 就会再说说啊 习包子怎么样一步一步的 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习家党 卧槽 牛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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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